19世纪的英国,切记隔阂还十分分明 贵族小姐露西和她的表姐结伴到意大利游玩 行程还未开始,二人的美丽心情便已大打折扣 原以为预定的房间可以看见佛罗伦萨的美景 可现在的窗外只有喧嚣的街道 晚饭的餐桌上,忍不住的二人再次讨论起这件事 这引起了一位老先生的注意 他不顾旁人的目光高声搭话 可以把自己和儿子乔治的房间让给二人 乔治一言不发,只把盘子中的豌豆摆成问好已是邀约 还在露西犹豫之际,出于对陌生人警惕的表姐已经立即回绝了 老先生十分不觉,自顾自地说 明明举手之劳就能让两位女士满足心愿 他们有什么好推辞的呢 过分的热情迫使表姐带着露西仓促离席 恰好在长廊上碰见了熟悉的牧师 牧师表示他认识那对埃莫森父子 虽然父子俩并非出自名门望族 有时也不太注重礼节 但都是不折不扣的好人 二人大可以放心地接受父子俩的好意 如果二人改变主意 他可以代替二人去和埃莫森先生再次说明 这一次,露西连忙答应了 四人换了房间后 性格有些古板的老处女表姐决定自己住乔治那间 因为以当时的礼教 让年轻的露西住一位年轻男子刚刚住过的房间不太合适 话音还未落下,乔治突然折返 他一言不发将画着问号的一幅画翻转过来 表姐被吓得赶紧锁上房门 但怪里怪气的乔治却在少女心中留下痕迹 第二天一早 佛罗伦萨温暖的阳光浮上露西的面孔 露西打开窗 窗外正是他心心念的爱诺和 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的露西 弹起最心爱的贝多芬 激昂的音乐代表着露西的内心 她虽然从小被教导成一个恪守妇道的淑女 但内心一直压抑着属于这个年纪的激情和热血 表姐本想约露西一起出行 但厌倦表姐管束的露西只想自己出门走走 于是表姐只能和作家闺蜜共同出游 圣十字教堂庄重灰弘 里面布满了几个世纪前的大理石雕塑和绘画 露西游走于其中 感受着意大利古老神秘的文化气息 人们正聚集在壁画前 聆听导游讲解圣法兰西斯的故事 一旁的爱莫森先生不合十一的大声插画 让导游心生不悦 人群散去 但爱莫森先生并未意识到自己刚才行为的不妥 转而和露西叙叙叨叨 他说儿子乔治身心浪漫 却忧郁 充满理想主义 并希望露西可以帮乔治改变悲观的性格 露西有些莫名其妙 但只能敷衍答应 以寻找表姐为由离开了教堂 广场上两个男人突然暴力相向 其中一个人被打得口吐鲜泻 搞好禁止倒在露西面前 摄射卫生的露西被吓得不清 正要晕倒之际 幸好被路过的乔治扶住 他抱起露西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为他扇风 露西渐渐清醒 只是还有些惊魂未定 他想起来自己的照片刚刚遗失在斗殴现场 自高奋勇的乔治帮露西捡了回来 上面还沾着血迹 露西向乔治表达了谢意 同时恳求乔治 不要把自己刚刚的失态透露出去 乔治不答 却将刚捡到的照片扔进了盒里 这缺乏上层礼仪的举动 让露西感到吃惊 但凭着少女的直觉 他知道这个男人对自己有着莫名的情愫 不过他难以接受两人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 第二天 牧师、埃莫森父子以及露西 临时组成旅行团 驾车来到郊外 这里鲜花遍地 绿草如荫 如同仙境 男人们坐在一起吃吃喝喝 面对美景和美人 乔治激动的心情难以自已 跑到树上大喊起来 却一不小心摔了自己 而表姐和闺蜜 却饶有兴致地讨论起八卦 露西最讨厌 这种盛行于贵妇间的飞短流长 她起身离开 打算找牧师聊一聊 露西一路找到山上 金色的麦浪起起伏伏 中间参着浓烈开放的音速 麦田中有一个男人 那不是牧师 而是独自远眺的乔治 看到孤身一人的露西 乔治再也无法安纳心中的爱母 搭不上前 强吻了露西 这一幕正巧被表姐看到 她不由分说 带露西离开了 此题不宜久留 若是自己没及时赶到 还不知露西会发生什么事 她要马上带着露西回英国 雷行前二人约定 绝不能把刚刚的事 告诉露西的母亲 家中的母亲 早已给露西订了一门亲事 未婚夫西索 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音乐家 她续着小胡子 戴金丝眼镜 浑身一丝不苟 虽然有些装腔作势 但和露西门当户对 起初 全家都很喜欢这位未来的女婿 除了露西的弟弟弗雷迪 西索也不喜欢 生性活泼自由的弗雷迪 她毫不掩饰地嘲笑弗雷迪的音乐造诣 对露西的母亲也有些傲慢 但她对露西十分满意 以露西的音乐素养 一定能帮她教育好孩子 做一个艺术涵养身后的前妻两母 很快 二人就举行了订婚宴 人们在宴会上工筹交错 露西一向不喜欢 这种沉闷的社交场合 于是 西索陪着露西到林中散步 树林虽然不大 但十分清幽 是露西最喜欢的放松之地 弗雷迪也极爱在森林中央的神秘壶洗澡 西索 显然没把露西的分享放在心上 在一旁挥舞着文明棒 指点江山 相比欣赏这寒酸的风景 她更在意和露西进一步发展关系 虽然二人已经订婚 但她还未亲吻过露西 征求了露西的允许后 她小心翼翼地吻上了露西的嘴唇 笨拙的动作让眼睛滑落下来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而这 却不禁让露西想起了乔治 和那个在花海中 莽撞炽热的机吻 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乔治也悄悄来到了英国 并且就住在她的父亲 原来为了赶走和露西相识的两个老太太 西索自作主张 把房子租给了刚刚认识的艾莫森父子 此举引起了露西的强烈不满 她一方面升起西索 将自己献朋友一步中的境地 另一方面也紧张乔治的到来 她第一次和西索爆发了激烈争吵 但西索只当这是露西闹小脾气 并未意识到自己冒犯了露西 没多久乔治就搬了过来 生性开朗的弗雷迪和乔治一见如故 她带着乔治来神秘壶洗澡 却正好遇到来散步的露西和未婚夫 一丝不挂的乔治热情地向露西打起招呼 突然地坦诚相待 让露西吓了一大跳 但这并未影响乔治和露西一家的来往 弗雷迪还总是邀请乔治来家里打网球 几个年轻人在庭宴中挥洒汗水 玩得不亦乐乎 而西索却不屑于这种粗野的运动 独自在旁高声朗读诗集 显得格格不入 露西打得入迷 当着西索的面和乔治争执着刚刚的输赢 突然听到西索朗读的诗句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情节正是自己和乔治在意大利的机吻 而诗集作者就是表姐的那位闺蜜作家 这显然是被表姐泄密 露西无法再听下去 愤然离去打算去找表姐当面对峙 乔治追上来 不管不顾在小镜中再次强吻的露西 西索慢慢悠悠走过来 还不知发生何事 面对露西的质问 表姐无法否认 她深深表示歉意 决心由自己出面 亲自了结乔治和露西的姻缘 当着表姐的面 乔治大胆表达了对露西的爱慕 她不能接受露西嫁给西索 不单单因为自己对露西浓烈的爱 更因为西索是个毫无情调的假人 这个一板一眼的小胡子 不仅不懂露西 更不懂何为女人 大概一辈子也不会跟女人产生亲密关系 她也不爱露西 只是把露西当作一个精致的珠宝 或者一副点缀生活的油画 仅此而已 而自己爱的是一个有血有肉 有思想灵魂的真正的露西 露西表面上言辞拒绝 但内心已经动摇了 可恪守礼仪的她清楚地明白 她和乔治本不是一个阶层的人 二人中间还隔着巨大的阶级鸿沟 她只能捂住耳朵赶走的乔治 但乔治炽热的话 让她内心一直被压抑的灵魂觉醒了 一直以来 面对无聊刻板的未婚夫 她都在伪装自己 最终 她还是决定面对真实的内心 和西索摊白退婚 你只不过拿我当一件珠宝和油画 她把乔治对自己说过的话 原封不动地转述给了西索要去追求新生 听了露西的话 西索大为震惊 她心中百一百顺的未婚妻 竟有这种激烈的想法 好在 西索虽然迂腐 但并未纠缠 她甚至还有一些佩服露西的勇气 翻手后 仍挺面地保持住的绅士风度 露西成功退婚 但离教使她并不想承认 自己已经爱上的乔治 因为爱上一个男人 而抛弃自己的温婚夫 这在上流社会中是让人不齿的 她甚至不想让乔治知道自己退婚的事 她想要冲破生活的繁荣 为了寻找自我和逃避 退婚给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 她决心再次出门远游 然后去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眼看一对爱人即将天隔一方 表姐决定助二人一臂之力 因为一生未曾嫁人的她 正是因为阶级差异 错过了自己的爱情 她狗子登门拜法艾莫森先生 却得知因为洛西的屡次拒绝 伤透了乔治的心 乔治即将和父亲搬到伦敦去 洛西闻讯立即赶来 但乔治已经先行离开 艾莫森先生为乔治的鲁莽和直白表示道歉 自己对儿子的教育一向是勇敢追爱 但这可能吓到了洛西 但她明白二人之间早已互相爱慕 却因为阶级差异不能在一起 但是洛西表示 自己已经买好了去希腊的船票 二人之间是不可能的 世上只有一件事不可能 就是让真正相爱的人分开 艾莫森先生的话 终于迫使洛西面对自己的内心深处 她痛哭流涕 承认了对乔治的爱意 影片结尾 表姐收到了洛西的来信 最终洛西还是去了意大利 但这一次是跟乔治一起 斯伯纳人就住在那间有风景的房间 深情相拥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改编自福斯特同名小说 女主角洛西始终处以男权思想 对她的控制和压迫 始终不能做真正的自己 好在乔治的出现 使她有勇气冲破重重进骨 如同作者所言 爱与真理帮人度过一切难关 但这种爱是乔治和洛西间平等的爱 而不是希所那样封建 带有控制和占有的爱 唯有这样的爱 才能使洛西觉醒的自我意识 变得自信和强大 诚实真正的自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